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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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聚集眾多人才的任天堂子公司之一 Nolong LiveSoft 相信對於老玩家來說一定不陌生 鼎鼎大名的宇宙科幻角色扮演遊戲《異域傳說》三部曲 正是他們所開發的作品 而他們預定在 Wii U 上推出的全新作品 也在這次的 E3 展中公布了最新的宣傳影片 雖然目前遊戲還沒有正式公布名稱 不過由於這次領導製作團隊的 是經手過《異域神劍》的高橋哲哉先生 而影片當中那種開放世界的遼闊感 也令人聯想到那個機神與巨神征戰的世界 所以大家也都把它當成是《異域神劍》的續作來看待 就目前所看到的宣傳影片中 我們將要扮演巨大人型機甲Daw的駕駛員 來執行任務 除了充滿高科技感的未來城市之外 似乎也保存了原始風貌 有著滿花氣息的外遇星球 等著大家來探險 能夠搭乘著時而在地上奔馳 時而凹向天際的變形機甲 並且在充滿壯麗風景的無階縫廣大世界中自由探索 這實在是太浪漫喔 對於本作有興趣的玩家 千萬不要錯過電玩瘋後續的報導喔